1930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题之争 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大了 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争论的双方都是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 梁树明和胡适 梁树明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 他高中毕业就会参与培聘请到北京大学去讲哲学 非常有才华 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 胡适更不用说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美大校长 同样是中国一代文士者大家 梁树明的观点呢 他认为中国第一大筹集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其次是国内军阀 这和现在很多人的观点非常像 而胡适认为呢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说白了是敌人在内部、敌人在内心 梁树明呢就不同意胡适的观点 写信批评了思想错误 胡适呢就给梁树明回信解释 说什么都归咎于帝国主义 那张信忠、胡秀全又归咎于谁呢 读一点历史的我们都知道啊 这俩人害死的中国人 可能比所有帝国主义加起来还多十倍百倍不止 胡适在信中还这样写 说鸦片固然是外国演进的 为何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受害呢 今天满天满地的营述 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托我们重的吗 帝国主义尖传利炮来你海关敲门 日本也是一模一样的遭遇 为啥日本就利用这个机会一跃而起 成为世界强国了呢 这个观点和周作人的一个观点比较类似 他就说日本呢虽然一直在模仿中国文化 却在唐朝不学太监 宋朝不学蝉竹 明朝不学八股 清朝不学鸦片 就说外国的东西并不能真正左右你 这个辩论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说服对方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见不到了 没机会辩论了 49年以后呢 胡适就去了台湾 后来经常去美国呀 在大学讲课 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一些编委 继续做他的文人 最后并逝于台北 他去世那年十万人给他举行了圣拉的葬礼 梁树明呢 他的日记现在已经被公开发表了 虽然在特殊的年代丢了毁了很多 但我们现在还可以了解到 他在55年以后呢 被抄家 被监禁 家里被断电 冬天到用毛巾缝在内裤上来预寒 甚至他的爱人被打得血透内衣 过得很惨 好在最后都挺过去了 也活到了95岁的高龄 那这两个人辩论最大的分析在哪呢 梁树明的想法比较简单 他就觉得中国的一切落后 敌人在外 就是你外国人太坏 而红氏呢 就跳出了现象 他看到本质了 他认为阻碍一个国家富强的 从来不是别人 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 你要说外部环境差 全世界还有谁能比以色列更差吗 那人家怎么发展的呢 有两种人 总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 一种是思想确实愚昧的人 一种就是别有用心的人 他永远用你死我合的对抗思维去看问题 就像慈禧那时候一样 把所有的外国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敌国 结果导致朋友越来越少 敌人越来越多 不仅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 严重的时候还会遭到什么 战争手段或者经济手段的群偶 这个谁是国家最大敌人的问题 其实古人非常有智慧 早就看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白了 早在西汉的时候 贾义就写过过情论嘛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课文也学过 怎么写的 灭六国者 六国也 非秦也 足秦者 秦也 非天下也 所以说 梁树民和胡适的观点之上 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勿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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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赞